第191集 吕树同学 你有什么事情吗 张海涛跟吕树聊天 都感觉一阵腻歪 人家家长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 结果吕树年纪太小 他下意识地就喊了吕树同学 真他妈别扭 吕树乐呵呵地回答 张老师 咱们家长之间是不是有个群啊 我想加一下 我们平时也看看大家怎么教导孩子呢 交流一下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当家长 没什么经验 张海涛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 不相信 然而他也没什么好的理由拒绝 要是他现在说没有 以后被吕树发现有的话 那不是摆明了自己没什么诚信吗 他不情不愿地 给吕树发送了一个邀请 然后就时刻地盯着群里 生怕吕树和几位被揍孩子家长发生什么冲突 结果吕树进群以后立马沉寂了下来 在整个群里一点水花都没翻起来 好像从来没有进过这么一个人一样 张海涛严阵以待了半个小时 都没见吕树在群里说一句话 说好的和大家交流呢 此时吕树已经开始一个个添加群里家长的好友了 这就是吕树想出来的办法 当时家长们肯定不在场 但你真要说有那么小的间谍 吕树也持怀疑态度 因为就他曾看过的以曝光资料里 其实在上个世纪是最频繁的 这个世纪已经开始慢慢淡化 毕竟这个时代里 户籍制度已经完善 想要再无声无息地潜伏下来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国内的户籍制度 一直都处在一种奇怪的状态下 看似很松散 然而你真的想落户却很难 至今国内仍有1300万的黑户存在 所以间谍潜伏在这里可以理解 入境的方式不要太多 人口流动量又大 就是一个精通汉语的岛国人 藏在北上广 你能找到他吗 可是一个没有户籍的间谍 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李树觉得 这可能才是间谍活动 从潜伏慢慢转为策反 商业活动渗透等等 而且就以手段来说 大部分还是在境内 从事商业活动的岛国国籍人员 其余的很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比如那个在境内潜伏长达37年之久 最后返回岛国的人 类似他的人 还有很多其实并没有回去 吕树也在审视这个奇怪的民族 为何在国内待了37年之久 都仍未被同化 反而仍旧一心怀着原本的任务 一折服就是37年 甚至快要忘记自己的国籍 忘记自己曾经的爱好 但有一个问题 他们会不会有后代呢 吕树记得 如果吕小鱼身边 真的有那么一个真名是日文的孩子 也很有可能是间谍的后代 而不是间谍本身 他们后代的真名 到底是中文还是日文 吕树不清楚 只有试过才知道 有家长加上吕树的好友 好奇发信息问道 对方完全没搞懂这是啥情况 是微商们换套路了 还是修纱窗的拓展网上业务了 好国平在沙发上皱着眉头 换四个纱窗多少钱 这次轮到吕树愣了 您家还真有要修的纱窗呢 四个纱窗还真不少 吕树老实的 我不会换 好国平当时脸就黑了 也不会换你说什么 来自好国平的负面情绪值 加22 吕树不再说话 他只需要对方在茫然的那一刻 哪怕给他提供一点负面情绪值 确认对方的真名就可以了 换个人家长 吕树觉得 自己说要修纱窗什么的 结果人家要是真有需要修的 结果自己又不会 那是不是太没面子了 得换个说法 我家纱窗 滑轮 门窗 拉不动 对面的家长简直是一脸懵逼 你家门窗拉不动 跟我说什么 我又不是修纱窗的 吕树就这么一路试下去 结果在第七个的时候 我家纱窗 滑轮 门窗 拉不动 对面 昵称叫周兴阳的爸爸的家长 回复道 一百块 要急的话今晚就去修 加五十 吕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他妈还真有修纱窗的大哥呢 叔叔您忙 我再问问别人 九十 吕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不是价钱的问题叔叔 您忙吧 注意保养 多喝枸杞泡水 周兴阳的爸爸 提供了十多点的负面情绪值 估计是比较惋惜 这单生意没做成 而名字仍旧是中文 然而就在吕树打算继续试下去的时候 忽然间 自己的负面情绪值记录里 爆发出一大片的负面情绪值收入记录 一个个都是大额的 三百起步 九九九封顶 而且还是全日文名字 无一例外 吕树当时就懵逼了一下 这好歹要有上百个名字吧 眼瞅着自己 原本差八万就够突破 第六颗星辰的负面情绪值了 立马涨的就差两万了 我的个天哪 自己是炸了间谍老巢里的公共厕所了吗 不对啊 总不能说一个小小的落成里 还有上百号间谍吧 这也说不过去啊 你要说道元班学生 天罗帝王里总共有九个他还能理解 不对 是十个 要加上长恒月的 毕竟这十个是来自整个豫州 毕竟整个豫州有十七个地级市 五十个市辖区 二十一个县级市 八十八个县呢 这是两亿多人口的基数啊 但你要说落成有上百个 简直信了你的邪啊 所以一定不对 吕树干脆又继续跟每个家长打招呼 结果每个人的真名都不是日文的 一无所获 吕树忽然想到一种可能 其实当时那个日文真名出现了之后 和吕小鱼制造的第一批并不是同时的 要晚了一会儿 有没有可能说这是一个巧合 只是恰巧出现在那个时候了而已啊 有没有可能是 因为自己抢夺了阵眼又杀了间谍 所以对方对自己心有怨恨 吕树很清楚 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值收入进账时 对方并不需要知道自己这个人 只要对某件事情产生怨念 然后这件事是他干的就会算成他的 不然天罗地网涅亭 时学进他们的负面情绪值是从哪来的呀 这次这大规模负面情绪值的产生 难道是因为消息已经传回本土 所以对方一群人才对自己心生怨念 即便对方并不知道是自己干的 吕树想了半天 心里只有三个字 仗义呀 也不知道这波来自岛国的负面情绪值 会不会有什么后续的影响 吕树觉得应该没什么吧 反正现在全天下 也只有自己知道阵眼是落在自己的手里 不管是天罗地网还是岛国那边 都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才对呀 说起阵眼来 成黄一类的人物了吧 话说也不知道过去有没有真的成黄啊 要是有自己怕是最惨的一件 调动个灵气都不敢 他当即将神识投入到山河印之中 一瞬间精神意志跨过山河印 为他架起的长桥 俯瞰整个落成 话说自己该怎么试呢 现在完全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他知道山河印的用处 但他不知道别人知不知道山河印的用处 然后通过灵气的线索来寻找自己 这话听起来有点绕啊 要是不知道当然好 管他怎么玩呢 反正没人会发现灵气的变动 跟他有关系 吕树开始调动城市里的小范围灵气 向着周王城广场聚集过去 周王城广场这里 是落成的闹市中心之一 主要的建筑为天子驾六雕塑 和天子驾六车马坑 其他为市民休闲草地和园林道路 这里距离落成火车站 也就大概两三公里的样子 有老落成人总说 落成这十三朝古都 从周王城广场一路向北挖到火车站 地下都是宝贝 吕树觉得这都是瞎扯的案呢 十三朝古都之地 落成人有落成人自己的骄傲 只是随着经济发展 这里变成了一个很鸡肋的地方 经济发展不行 旅游也不认真搞 落成那几个搞旅游开发的公司 玩的项目都跟开玩笑一样 只是谁都没想到 在灵气复苏的时代 这里竟然又成了重要的地方 吕树之前在北芒山营地关注过 他拉着江淑衣跑了一天多 就是想看看其他地方的整体修行情况 结果得出的结论就是 进度普遍要比落成低一届 这玩意儿你不能说别的地方学生都比落成差吧 没这个道理 所以只有一个答案 落成的灵气要比其他地方浓郁 这玩意儿科学解释不了 只能用玄学风水之类的解释了吧 而且话说 天罗地网从一开始 就把这里当成重中之重来看待 吕树估摸着 天罗地网里 搞不好有人是懂这玩意儿的 灵气虽然可以调动 可速度却慢 好在吕树很有耐心 这一点在遗迹里 就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了 当庞大的灵气量 聚集在周王城广场之上的时候 吕树开始观察广场周围的变动 之所以找这么一个空旷的地方 也是方便他观察 等了足足一个小时 也没见什么动静 吕树心想 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吧 他心念一动 便把灵气驱散 回到原来的位置去了 就在他想要将神石 从山河印里收回来的时候 忽然顿了一下 继续观察 然而就在灵气 刚刚消散十分钟 吕树就看到 李一笑带着一大堆天罗地网的高手 从旁边建筑物里的阴影里走出来 当时吕树就是一脑门汗啊 好险啊 他都没发现对方是什么时候靠过来的 果然天罗地网 还有压箱底的东西 吕树忽然心想 这群人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过来的呢 是障眼法吗 此时竟然还有修行者 直接站在周王城广场之上施法 只见一圈扭曲的不纹 以他为原形散开 犹如一圈巨大的水中涟漪 这涟漪足足扩散了 有直径三十米的源后 才慢慢地消散 这位修行者摇摇头 然后吕树就收到一串 来自天罗地网高手们的负面情绪值 包括李一笑 不多 合计也才一千五百多 不过有一点引起了吕树的注意 因为真名实破的功能 吕树早就记下了 落成所有天罗地网的名单 结果这次提供的负面情绪值里 有两个人是他从未见过的名字 这是刚调来的 不会是专门来查阵眼这件事情的吧 转念一想 吕树忽然心念一起 依次在落成里拉起十处动静 这十个地方 每处调集的灵气都不一样 从高到低 他就是想知道 在这城市里 到底灵气有多大的波动 才会惊动这群人 吕树把这十个地方分为十级 他发现天罗地网这观察灵气波动的手段 也不是无所不知的 这时他才放下心来 可以给江树一改善一下灵气环境了 话说江树一的修行速度并不慢 可相比A级还是有差距的 不过没关系 有自己在 就可以尽量帮他抹平这个差距了 虽然这事不能告诉对方 但吕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别人对他好 他只要能把这份情意给还上 甭管对方知不知道 他心里都踏实 然而话说回来了 这江树一的家在哪呢 吕树忽然他瞄的发现 自己竟然不知道江树一的家在哪 这他妈忙活了半晚上屠啥呀 也不能现在去打电话问吧 不然刚问完 结果灵气环境变了 这他妈跟送快递一样啊 喂 你家在哪啊 我给你送点灵气啊 自己这不就暴露了吗 吕树心想 还有明天下午就要再次开家长会了 就算明天见不到 后天也能见到 到时候再说吧 修行之路漫长无比 也不差这一两天了 他再次尝试推了推 山河应里的那扇大门 还是没法将其推改 不过这也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此时汽海位置一阵翻涌 惊得吕树赶紧撤出山河应 镇压云气 团团的云气在汽海处 不断地汹涌奔腾 竟让吕树有一种 想要拉肚子的感觉 这修行方式也是没谁了 他晚上刚刚又抽奖了 概率有点不稳定 足足抽了六十多次 才见到两颗汽海果实 吃下去之后 云气浓度再次提高 然后就成现在这副模样了 第193集 吕树也不知道这云气到底要积攒成什么样 才适合开启汽海雪山 他也没想过 李贤依这老爷子存了心跟他吹牛逼啊 事实上 老爷子口口声声说必须要积云成雨后再开 他自己都没做到 但吕树不知道啊 所以在吕树的概念中 一定要等这云气积云成雨之后 或者一定要等自己完全扛不住了 再让他顺其自然的开 至于能扛多久 李贤依也没具体想过 吕树的意志到底会有多么坚韧 吕树也没具体想过 老爷子也会有坑人的时候 云气到了现在这个程度 吕树就发觉 每过一个小时左右 必定闹腾一次 一天二十四次 这是最保守的估计 以前吕树偶尔晚上 还可以睡睡觉什么的 现在就不行了 必须修行小行星来保持清醒 然而修行小行星也累呀 时不时的就要去镇压云气 原本云气在汽海之外是很稀薄的 结果吕树有了汽海果实之后 每天增长的速度都极快 此时云气已经在汽海外结成云层 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了 大半夜正修行着小行星呢 忽然一阵翻腾 吕树就得赶紧镇压 大半夜上个厕所 都得小心翼翼的 李贤一这一脉 当初都经历过如此痛苦的过程 他们一个个被这汽海雪山 给折磨得不行 吕树一开始是痛苦的 结果慢慢地反倒不觉得痛苦了 其实就连吕树都低估了自己的妙性程度 他竟然开始觉得这样很好玩 这少年自打自力更生以来 便没有回避过什么困难 有时候越是困难的事情 他反倒越有尽力要去做完做好 就像是当初学习数学一样 一开始他其实在数学方面并不擅长 甚至可以说是迟钝 遇到提了不会做 看到公事也得理解半天 但是后来他下了死功夫 就是不停地做题做题做题 每当他解开一道题之后 他就会有某种成就感 直到他见到题 便知道该怎么动笔解题 直到某天开窍 数学就再也没成为过他的弱项 现在对于吕树来说 每成功镇压一次云气 便有一次成就感 凌晨三点的时候 吕树按时去李贤医院子里练剑 李贤医乐呵呵地坐在石桌旁边 手里的初二数学也不见了 他笑道 镇压云气的感觉怎么样 不好受吧 吕树咋吧咋吧嘴 说道 一开始不太好受 现在还挺爽的 李贤医疑惑了 爽 你是开启什么奇怪属性了吗 李树自顾自地说道 每镇压一次云气 都特别有成就感 来自李贤医的负面情绪值 加八十八 李贤医愣了好几秒 你开心就好 他有点迷茫 这玩意儿也能跟成就感联系在一起啊 紧接着大手一挥 开始练吧 然而就在吕树开始继续练习挑自诀的时候 在他发力的一瞬间 云气再次开始涌动 吕树忽然发现 好像李贤医教给他的剑术动作仿佛格外容易引起云气的波动 若平时是一个小时翻涌一次 那么当他练剑的时候 便是时时刻刻都在翻涌 于是吕树不仅要一边练剑 还要分出一部分精神去镇压云气 一开始还不太好掌控 可吕树在努力地适应着 李贤医在旁边坐着半天都没说话 吕树的云气一翻涌 他就感受到了 又比昨天壮大了好几分 速度之快是他生平仅见的 学成见到之后 师父曾对他说实话 李贤医的资质万中无一 进度已经是非常快了 可他万中无一的资质 面对吕树进展速度时 简直就他妈是个渣渣呀 老爷子不知道 气海果实这种东西 所以他顺理成章地开始怀疑 他师父是不是又在忽悠他 此时他观吕树云气 已经有了遮天蔽日之感 只待吕树这云气再浓郁几分 就能达到他开气海雪山时的成就了 只是自己当初从积聚云气 到开气海雪山花了多久啊 寒冬酷暑苦苦练剑21月体内才有了云气 再积攒云气3月才破了气海雪山 也就是说李贤医从练剑开始到气海雪山突破 足足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 吕树这才用了多久啊 岂不是说吕树一天都能顶上自己半个月的进度 李贤医忽然又想扔东西了 老子的初二数学课本呢 他忍不住问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气海雪山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李贤医就觉得有点诡异 他们这一脉里从来问的都不是想要什么时候开 完全就是随缘的 自己说的不算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 他偏偏就是问出来了 仿佛在李贤医的心里 吕树就是想什么时候开 就什么时候开 吕树愣了一下 他平复一下气机 反问道 您不是说要积云成语吗 来自李贤医的负面情绪值加188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口老血卡在了喉咙眼一样 我他妈说啥你都信哪 吕树收到负面情绪值之后 有点狐疑地看了李贤医一眼 只见李贤医此时已经正色道 何止积云成语 还需要积云成河 积合成海 不要轻易满足 李贤医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吕树点点头也没多想 哦 原来如此 说完他就继续练剑了 心里只感觉 自己距离开气海雪山 竟然还有如此遥远的距离 果然修行之路 难于上青天呢 然而李贤医随便吹牛逼一句之后 忽然看着吕树的态度 不知道怎么的 他忽然感觉 自己怕不是要在有生之年 见到什么可怕的事情了吧 他又重新想起 剑谱里老祖宗的那句话 便心向网之 吕海似汪洋似意 雪山辽阔 建一城 则如山耸立 入云霄 吕树好奇的 哎 吕海雪山开始是个什么景象 李贤医刚想说说自己当初的经历呢 结果发现不能说 这小子到时候开吕海雪山时的动静 一定和自己的不一样 说了不就露馅了吗 他老神在在地坐在石桌边上 一副高人模样淡定的 吕海似汪洋似意 雪山辽阔 建一城 则如山耸立 入云霄 第194集 吕树收剑时 想起来关于吕小鱼的事情 他对李贤医笑道 老爷子 你以后晚上继续辅导吕小鱼学习吧 我看他现在好像对学习忽然挺上心的 而且您不是自学了初二数学吗 也不能让您白学不是 来自李贤医的负面情绪值 加188 李贤医面无表情地看着吕树 你俩是成心来逗我玩是吗 其实李贤医还挺喜欢辅导小姑娘学习的感觉 他这一辈子无儿无女 老是听人说 爷爷孙女隔半亲 老人帮忙带孩子的时候 有很多快乐 但李贤医以前哪有那个空啊 而且也没机会啊 连儿子女儿都没有 哪来的孙子孙女啊 然而就在和吕小鱼相处的过程中 哪怕吕小鱼有脾气 还有点任性 但老爷子却感觉乐在其中 感受着吕小鱼对他的态度慢慢变好 甚至会经常主动替他考虑一些事情的时候 李贤医心里有一种从未感受过的亲情 像是一股温温的泉水在心里流淌一般 他见证着吕小鱼的成长 甚至见证了吕树教育吕小鱼的过程 李贤医很羡慕这一切 他大概是第一次有点后悔为何没有结婚生子 之前他总想着要是能收吕小鱼为徒该有多好 结果现在他忽然开始想 其实吕小鱼不学也无所谓 小女孩本就不该去接触那些险恶的争斗 他哪知道啊 吕小鱼现在已经是一个实打实的一级修行者了 只是自己的初二数学课本去哪了 李贤医黑着脸 行 辅导可以 不过可别再变卦了 吕树乐呵呵地笑道 好嘞 您放心吧 这时候吕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啊 灵气复苏之前 基金会到底是跟谁在战斗啊 这事儿吕树一直都没想通 难道是跟如同李贤医李一笑他们这样 另辟蹊径 在灵气枯竭时代就修成大能的人战斗吗 李贤医手指有节奏地敲着石桌 私存了片刻说 嗯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只不过你可能想错了 李一笑他们除了涅亭以外 在灵气复苏之前都只是C级而已 并且在C级上掐了很久 然而当灵气复苏后 他们后机勃发 一举突破了B级 基金会在灵气枯竭时期 是一家独大的局面 并不需要跟谁争斗 然而你想知道的真相 我不能告诉你 不是不想说 而是不能说 吕树愣了一下 难怪李一笑在老爷子面前这么怂 原来以前实力一直都第一个层次来着 此时李贤医从袖口中 取出一枚小小的试管 抛给吕树 你找江家那位同学要来三滴血 想要蒙混过关 但你不知道 天罗帝王里是建立了DNA库的 也就是脱氧核糖核酸资料库 到时候人家一比对 你就露线了 你若是担心你和小鱼的A级资质暴露 会让他被天罗帝王看中 从而深陷战斗危险 那你就用这枚室管里的血液 去替换江家那位同学的室管 一级资质 室管现在被李一笑随手放在他的办公室里 要换的话 动作就要快一点 比如现在 上午就会有人过来 取走这一批血液样本了 吕树愣了一下 他一是没想到 李贤一竟然对这么多事情了如指掌 二是没想到 李贤一会认为 他和吕小鱼都是A级资质 所以之前李贤一当着石学进李一笑的面 随口说他是F级资质 其实对方心里很清楚这个谎言 却没有拆穿 三是没想到 对方竟然会帮助自己作弊 果然基金会的能量好像真的不能小瞧啊 吕树忽然问道 江树一家到底是什么背景啊 想知道的话 为什么不自己去问 李贤一邪逆了吕树一眼 就背着手 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进屋了 吕树转念一想 也对啊 管他江树一家什么背景呢 这一点影响不了双方的友谊 而且如果真想知道的话 坦坦荡荡地问 总比偷偷摸摸地知道要强吧 只是李贤一现在告诉他的时间也忒晚了 现在是早上五点钟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天亮了 留给李树的时间并不是太多 李贤一回到屋里的第一时间就开始翻屋子里的垃圾桶 印象中自己昨天应该是把初二数学课本先扔在地上 后来捡进屋又扔垃圾桶里了 想想都心酸啊 自己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竟然还要翻垃圾桶剪课板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老爷子想到自己能继续教吕小鱼学习 心里竟然还有一点小小的窃喜 此时 林婶从屋里走出来 一脸似笑非笑地把手里的课本递给李贤一 我昨天帮你拿出来了 李贤一清了清嗓子 这事不要让芝威他们知道 林婶笑吟吟的 为什么不让我直接帮他们把事馆换了呢 李贤一平静道 你怎么知道他愿不愿意你帮他呢 自己的路就要自己去走 自己犯下的错误就要自己去弥补 我觉得小树处理吕小鱼打人的事处理得很好 我原以为他是个纯粹的守财奴 结果这次发现在他心里 还真的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 是啊 挺好的 可惜了 林婶明白 李贤一说的可惜了 是在可惜吕树并不愿意加入基金会 吕树拍着吕小鱼的屋门大喊 吕小鱼吕小鱼 吕小鱼起床了起床了 吕小鱼睡眼惺忪地穿着小睡衣走出来 你饭做好了吗 这菜几点 吃什么饭 吕树顿时不乐意了 怎么就知道吃啊 结果吕小鱼看了一眼墙上挂的表 当时就炸毛了 吕树 才5点你就把我喊起来 别默契 快把你那个地基魂魄给放出来 说着吕树在试馆上重新写上吕小鱼的名字 然后递给吕小鱼 你控制着他去李一校的办公室里 把你原来的那个替换掉 这就是吕树想到的最稳妥的办法 现在落成外国语学校守卫森严 安全级别极高 要是他或者吕小鱼去 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想了半天 吕树才想到这个方法 让魂魄去 就算魂魄损失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也没人知道 这魂魄跟他们有关系 吕小鱼居来的魂魄 就是他们最好的替死鬼呀 第195集 一抹白色 在天空的穹顶之上乍现 几乎要随时撕裂无边的黑暗天幕 将世界带入白昼 就在这最后一抹黑暗中 吕树带着吕小鱼 从吕树他们后门的窗户一闪而出 他们不是要亲自去换室馆 而是要找合适的地方 将魂魄给放出来 这么做是因为吕树虽然能大致判断出 李贤一这样的B级高手感知到底是个什么范围 按道理讲 魂魄由烟雾构成 行动之间悄无声息如鬼魅 根本就没什么动静 李贤一是感知不到的 但是他没法确定 构成魂魄的这股奇怪能量 会不会被对方察觉到 这得以后再试探一下才行 现在是没时间了 当两人来到远一点的偏僻处 黑色如烟雾的影子 从吕小鱼胸腔内飘出 然后转瞬便咧嘴笑着朝远处奔腾而去 吕小鱼一脸怨气的嘀咕 笑得怎么这么傻呀 吕树你到底给他吃了什么啊 来自吕小鱼的负面情绪值 加188 实力提升不就好了吗 你看你怎么能有这么 华而不实的思想呢 所以你现在是要到达一旁了 来自吕小鱼的负面情绪值 加288 此时两个人蹲在一栋 家属楼下面拐角处的阴影里 家属院茂密的树叶 将这里笼罩在彻底的黑暗中 吕小鱼在黑暗中忽然说 这么早 等会儿我们去喝牛肉汤吧 专心控制魂魄 别摸错地方了 牛肉汤的事等会儿再说 吕树的神石已经进入山河印中 开始俯瞰落成 他的目光一直锁定着魂魄 生怕吕小鱼不好好控制 这是半自动的 是不是看一眼就行了 吕小鱼撇撇嘴 他透过魂魄的视角 一边观察一边继续前进 速度丝毫不减 而此时 吕树忽然发现 这黑色魂魄 真的太适合在黑暗中行事了 竟然隐蔽性极强 他若不是有心观察 恐怕在天上居高灵下的观察 都很难注意到 这里魂魄的存在 五点多 很多住户都开始起床了 尤其是老年人 此时 俩人还能隐隐约约 听到某个住户的屋里 还有婴儿的哭声 以及他父母 想要重新哄他入睡的安慰声 吕树正在山河印里 注视着魂魄呢 忽然听吕小鱼在旁边说 吕树 吕树 你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吗 吕树淡淡地应了一声 没有结枪 吕小鱼见吕树不接话 就自顾自继续说道 吕树 你知道他为什么哭吗 吕树愣了一下 为什么 吕小鱼叹了口气 一脸悲伤道 唉 应该是因为没人带他 去喝牛肉汤才哭的吧 吕树满脸的问号啊 不就是喝个牛肉汤吗 至于吗 吕树哭笑不得 喝喝喝 一会儿取出试管 就带你喝牛肉汤 吕小鱼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开始老老实实地控制魂魄了 当魂魄来到洛城校园门口 五十米外的时候 忽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吕树提醒过吕小鱼 围墙边上到处都是监控 曾几何时 洛城外国语的学生们 看着学校里的安保级别 都忍不住觉得 自己是监狱里的囚犯来着 现在洛城外国语学校 已经有着洛城第一学生监狱的称号了 只见黑色的魂魄 竟在围墙五十米开外的地方开始冲刺 然后在距离二十米的位置时 一跃而起 黑暗中 黑色魂魄身形高高飞起 整个人如同黑色的夜宵一般 在空中划过巨大的弧线 竟是以纯粹的力量 绝对的高度 避开了所有监控的死角 然而哪怕在十几米的高空 它本身的颜色 也成为了它最大的保护伞 无人察觉 当魂魄开始落下时 只见它轻而易举地 落地翻轨泄力 竟是没有惊起任何动静 吕树在天空中看着这一幕的时候 心中不知为何有些激动 这才是这个时代里最精彩的部分呢 当个人的实力突破之后 生活开始变得神奇 与目眩神迷起来 往往曾经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一些场景 现如今自己都能完成了 这种感觉 就好像自己就是在拍电影一样 黑色魂魄紧贴着教学楼向上快速攀爬 当他来到李一校办公室外面时 轻轻一拉窗户便钻了进去 窗户并没有关 事实上 学校里也并没有放置天罗地网里重要的东西 吕树曾判断过 在那个曾经被火系觉醒者良彻 烧掉的商场下面 就有一个依托原本防空洞 建造的新基地 恐怕重要的东西都在那里吧 魂魄进了建筑 吕树就没法继续看了 他小声地说 老爷子说市馆就随手丢在办公室里 应该是很显眼的位置 话还没说完 吕小鱼淡定地说 找到了 把新的替换掉 是这个意思吗 吕树蛋疼地点点头 这也忒容易了点吧 对 取到了就赶紧出来 天快亮了 此时天边那一抹白色正在撕裂苍穹 白昼来得很快 然而就在这时 吕树忽然看到楼下的巡逻安保人员 正要经过楼下 俩人慢悠悠地走着 竟在楼下相互点起了一颗烟 开始抽了起来 换一遍离开 吕树皱眉道 他不太确定 对方会不会发现魂魄 为了不冒险 干脆从另一个方向撤离好了 这俩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走 而天快亮了 他们不能再拖了 吕小鱼听了吕树的话 当即给魂魄下了命令 然而就在魂魄从校长办公室正门 来到教学楼内部的走廊上时 吕小鱼的身体竟是僵了一下 吕树惊了 怎么了 撞见人了 魂魄在走廊上遇见的正好是专业安保人员在巡查室内环境 对方拿着一个大大的手电筒光芒刺眼 吕树也是没有接触过正规安保 所以不清楚 人家一般巡查的时候可不止两个人 就这么大点地方的学校里 巡逻是非常全面的 吕小鱼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魂魄就在走廊里停了下来 结果这安保人员看着这黑黑的一团人形黑烟就有点慌了 他又不是修行者 这人战战兢兢的拿着巨大手电筒照向魂魄 清清楚楚的看着魂魄的模样 哆嗦了半天 你你是哪里来的决心者 你怎么不穿衣服 他虽然训练有素 却不是上过战场见过血的人 乍一碰见这么诡异的情况确实有点慌 吕小鱼翻了个白眼 对方这是把魂魄当成觉醒者的异能了 他望向吕树 想看看吕树打算怎么办 结果还没等吕树想好呢 吕小鱼通过魂魄的视野 看见安保人员已经拿起对讲机开始呼唤支援了 并且已经将自动步枪的枪孔指向魂魄 短暂的惊慌后 对方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一些 当下情况虽然诡异 可他也有他的职责 然而魂魄魄却纹丝不动 吕小鱼还在等着吕树给他答复呢 结果安保人员端着枪 仔细打量着魂魄 你傻笑什么 不许笑 来自李哲的负面情绪值 加555 来自吕小鱼的负面情绪值 加99 第196集 那边魂魄还没能跑出来呢 吕小鱼就已经怨念丛生了 我就说不吃你那个什么鬼丹药吧 你偏要给他吃 现在给他都吃傻了 净知道傻笑 吕树觉得 这事儿吧 简直对牛弹琴 明明增长的实力 难道还不好吗 吕树牙都开始疼了 别纠结这个了行不行 你先让他逃出来吧 别管守卫了 直接从最近距离来咱们这边 不对 打晕那个安保 把血液使馆替换回去再出来 吕小鱼愣了一下 好不容易换上去的使馆 为什么要替换回去呢 然而这种比较重要的事情 吕小鱼哪怕再有质疑 也会按吕树说的去做 此时 吕树通过山河印 密切注视着周边的情况 发现外面的人 好像还没发现里面的动静 不过下一刻 恐怕就说不准了 而吕小鱼通过魂魄的视角 去控制对方的行动 黑黑的走廊里原本只有手电筒的灯光 然而天色渐亮 当第一缕光线即将投射到走廊上的前夕 魂魄忽然消失在了安保的面前 落成外国语学校里的安保级别很高 可是再高也没有驻扎天罗地网的修行者 因为这里没有秘密 也没有任何的贵重物品 试想一下也能明白这个道理 一个开放式的学校 围墙才两米多高 所有门窗都是一敲就碎 完全抵挡不住修行者或者觉醒者 这种情况你往这里放点贵重物品 那得多少人守着呀 所以天罗地网从来没把这里当过基地 无非就是一个教学场所而已 这里的安保都是普通军人而已 然而普通人面对地级中阶的 纯力量型觉醒者 根本就不堪一击 当魂魄消失在安保面前的那一刻 对方想要按下对讲机请求支援 可刚来得及按下对讲机 便已经眼前一黑 晕倒在地上了 吕叔有点小小的紧张 对讲机按下去就会产生电流声 他不知道这细微的声音 会不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然而事实上 这群人确实战斗素养极高 哪怕是那么微不足道 像是有人失误按了一下对讲机的动静 竟然就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 果然这世界上不能把任何人当傻子 如果这样想的话 迟早有一天 自己会真的变成傻子 魂魄站立在走廊里 地上的对讲机已经传来声音 左右位置汇报情况 A1无问题 A2无问题 然而到了A8时 戛然而止 就在这一刻 吕叔从天空视角看到 几乎一半安保 都开始训练有速地向楼内冲去 而剩下的那些 则迅速占领各通道警戒起来 竟是短短的时间里 封锁了一切正常通道 吕叔莫名心惊 若是修行者 有这样的默契 纪律与战术 恐怕修行者的战斗 真的要升级为战争了 吕叔沉声道 替换好使馆就突围吧 以最快速度来我们这边 以魂魄的速度 应该一分钟都用不了 就能到了 不要伤及武功 手上一定要有轻装 能不起证明冲突最好 于是黑色魂魄 竟在重新替换好使馆后 就连位置都摆放得一模一样 而后双腿微曲 一月之间便从校长室的窗户里 冲了出去 这一月便是空中 腾挪了几十米的距离 虽然安保人员们素养很高 但当个体实力差异过大的时候 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办法 不是他们太弱 而是地级中阶的力量型魂魄 太强了 他们确实封锁了所有通道 可那些通道都是给普通人走的呀 说实话 天罗地网也从来没有想过 要用这些安保来挡住修行者 因为挡不住 有人从楼顶直接开枪点射 吕小玉皱眉 对方枪法很好 竟然在这种情况下 仍旧有一枪打中了魂魄 枪声将城市从睡梦中惊醒 这是内陆地区很少见的情况 说实话 许多老百姓在内陆地区 听见枪声的机会是极少极少的 甚至少到就算有枪声响了 他们也未必知道那就是枪声 因为实际生活中的枪声 与电影里的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吕树在空中看到魂魄的身体 受到子弹的冲击 有一点点的失去平衡 然而转瞬便又恢复正常 他第一时间问 啊 魂魄中枪对你有影响吗 疼不疼 吕小玉摇摇头 不疼 而且魂魄也没有疼痛的感觉 子弹穿进身体 但没有打透 伤口很浅 有点影响 但问题不大 我在以前的小麻雀身上试过 只要不死 就能重新收回黑洞里 用星辰之力修复好 吕树放下心来 他忽然觉得 这魂魄好像就是世间最好的死士一样 虽然他中枪之后的情况会跟人类一样 手也能斩断 也会受伤 但他没有疼痛的感觉呀 而且完完全全的听从主人的指挥 也不会透露任何主人的消息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比他更适合当死士吗 恐怕真的没有了 此时 魂魄毫无阻碍地跃出孝祥 在楼宇间随便转折几次 便彻底让安保们失去了视野的锁定 速度太快了 而且此时天才蒙蒙亮 这黑影在楼宇间的阴影里根本无法找寻 吕小鱼和吕树接到魂魄后 便立刻往回走 吕树笑声道 等会儿你别说话 我要跟老爷子说两句 来到院子门口 吕树小声拍了拍门 老爷子从里面走出来好奇的 怎么了 吕树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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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天 谢谢老爷子 事实上 吕树很清楚 老爷子既然连试管在哪放着都能知道 那就一定有悄无声息替换试管的方法 然而对方一开始摆明了 就是想让自己自力更生的 吕树也觉得人家没必要 事事都帮自己 所以就决定自己去搞定了 然而事情发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变化 对于吕树来说 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让吕小玉有点疑惑 比如说 为什么已经替换的试管 一定要重新摆回去呢 因为吕树很清楚 自己这次来换试管 本身就是老爷子提醒他的 那么也就是说 既然魂魄已经暴露 然后试管还被成功替换掉 那老爷子必然就能明白 这魂魄其实跟吕树有着绝对的联系 老爷子刚给自己说完要替换一下试管 结果魂魄就过去了 而且试管还被重新替换掉 要是这样 对方还想不到自己的身上 那真是搞笑了 吕树不相信老爷子会猜不到这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想小瞧别人 那就要做好 为此付出代价的打算 所以吕树宁愿把试管放回去 来请老爷子帮这个忙 也不愿意暴露吕小玉的秘密 他心里一丝侥幸心理都没有 至于后面会发生什么 吕树也只能等待了 因为他也不清楚 别人会不会继续往他身上联想 最关键的是 他并没有重担 而且他觉醒的是 力量系异能这件事情 人尽皆知 这一次 力量型觉醒者的身份 又一次成为他的保护伞了呀 看来 自己是要在觉醒的路上 一条道走到黑了呀 这件事情 给吕树敲了一次警钟 不能小看天下英雄 他是一个高中生而已 面对战斗经验丰富的群体时 他有现在根本无法避免的缺陷 如果重来一次 吕树一定会计划得再周密一点 也一定会更加小心谨慎一点 他需要成长 甚至需要军校落成后进去学校 学习他平凡人生中 不曾接触过的战斗知识 除非他已经是B级 甚至是A级这样的存在 不然他就一定要利用好 所有的知识来武装自己 吕树从不觉得知识是无用的 所有这样想的人 才是真正的蠢货 此时 李一孝已经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整个大楼都被天罗地网给封锁了起来 李一孝身边站着数名修行者 皱着眉头 一人开口道 这里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要闯入这里 不过也不排除一种情况 虽然我们很清楚 这里什么都没有 对方却未必这样想 毕竟这里是道员般的所在地 外人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也有可能 毕竟觉醒者在觉醒之前 不过是普通百姓罢了 一个人想了想分析道 你看 就拿那个地级力量决心者犯罪的事情来说 我们或许会觉得 对方这么做非常愚蠢 且不说抢银行的手段 难说逃跑路线的计划上 对方避开了省会 却来了这里 其实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错误 他按照惯性思维 觉得省会一定有更多我们的人 却不知道 落成才是修行者最多的地方 这是信息不对等的结果 现在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 训练有素的天罗地网 在掌握更高层次的信息之下 加上普通老百姓对于修行 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 很容易犯下一些低级错误 有些人或许觉得 自己觉醒了就特别厉害 简直无敌了 可事实上比他厉害的人多了去了 不得不说 信息是一种非常有用的东西 这个时代没有信息 其实跟瞎子没有太大的区别 有人转头问道 李天罗 你办公室里有什么异常的东西 值得别人闯进来偷窃吗 李一笑皱着眉头沉思了半天 其实他是个胆大心细的人 这一点在遗迹里坑间谍的时候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他想到了一个疑点 但是说实话 他有点不愿意去怀疑这件事情 然而姿势体大 有人闯学校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而且天罗地网向来的宗旨就是 不允许有不可控的力量 在外面晃荡 李一笑转头 指着桌子上的试管道 检查这个试管屏蔽的指纹 有没有我的 如果没他的指纹 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这是别人替换进来的 旁人都面面相觑 这不就是一个学生的训业样本吗 谁会闲着没事来换一个样本啊 李一笑平静道 这只是一种猜测啊 并不排除对方 纯粹因为觉得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所以可能有灵器法器之类的东西 所以闯进来看看 你们说的那种情况也许是对的 但查查总归没有错 吕树恐怕不会想到 李一笑在这种时候 会展现出心细如发的一面 而李一笑平时大大咧咧的模样 确实很能迷惑住许多人 有人戴着手套 将试管装进证物袋里 拿走检查去了 并且取走了李一笑的指纹样本 结果没过多久 就传来反馈信息 有李一笑的指纹 且只有李一笑的指纹 李一笑轻轻地松了口气 从内心里 他是不愿意相信 这事跟吕树有关系 可只有证据才能说明一切 他乐呵呵地说 这他妈真是个傻贼 还有什么线索没有 全都组合到一起 大家开会分析一下 旁边一名修行者说 有 安保人云胸前都有记录仪的 视频里有发现 对方的前后录像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能找到的线索 也就这一个视频了 那名觉醒者中枪了 但是现场 没有任何血液流下来 我们记录中 从未见过有这样的觉醒者 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很有可能是新种类的觉醒者 走 看看去 李一笑带头朝旁边的教室走去 录像直接在教室里的 多媒体投影仪上播放 视频很短 是专门从记录仪里 剪辑出来的片段 从走廊巡逻 遭遇那个黑色身影开始 直到安保人员昏迷倒地之后结束 原本大家以为 能看到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比如对方的长相啊 穿着之类的 结果 有点不尽如人意 长相方面 对方只有轮廓线条 很难提炼出什么辨识度来 而且 对方一直在咧着嘴傻笑 脸他们都笑歪了 而穿着方面 这他们要压根就没穿衣服呀 视频里对方始终都没有说话 唯一的三句话就是安保人员说的 你 你是哪里来的决心者 你怎么不穿衣服啊 双手抱筒 迷向墙壁站好 你 你傻笑什么 不许笑 大家陷入沉思 然后就听 李一笑 忽然深深吸了一口气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了过去 以为他要说什么想法 结果李一笑 摸着下巴 疑惑到 是啊 他笑什么呢 然后李一笑 骤然间勃然大怒 他是不是 在嘲笑我们 教室里投影仪的屏幕 显示着暂停 而这边李一笑 则是暴跳如雷 他是不是在嘲笑我李一笑 嗯 他竟然敢嘲笑我们 太嚣张了 老子他妈的 一定要抓住他 让他笑个够 旁边的修行者们 简直无语了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 该怎么反驳 李一笑这个观点 对方确实始终在笑啊 一名修行者 小心翼翼的 这有没有可能 就是个傻子啊 所有人神情一灵 当时大家回忆着 对方傻笑里 透露出来的那股子傻味 好像完全没有智商的智障一般 大家当其心里 大呼卧槽 感觉这位同事说的 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 李一笑也平静下来 把视频倒回去 重看了一遍 老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想不通啊 想不通啊 想不通 笑啥呢 这仨子简直成了所有天罗地网成员心里的一个未解之谜 李一笑 李一笑没好气地说 加强警戒等级 你们都被掉以轻心 先是冒出来一个C级修行者 这会又冒出来一个二傻子觉醒者 落成怎么老出幺蛾子 这群人是不是闲得慌 非要跟我李一笑过不去 就不能去隔壁山州封业明的地盘去闹吗 吕树这边 从早上开始不断地收到来自天罗地网的负面情绪值 这会儿忽然一次性又收到两个李一笑的大额负面情绪值 这还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呢 吕树哪知道 现在李一笑最惦记的两个人 他都是罪魁祸首 李贤一坐在屋子里的躺椅上闭目养神 临近中午的时候 林婶从外面走进来 换使馆的事情安排好了 李贤一睁开双眼 跟那小子有关系吗 林婶摇摇头 我觉得没有 对方是一个古怪的觉醒者 浑身黑色如烟雾般 喜欢傻笑 事馆指纹等方面 天罗地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而且对方在逃跑的过程中挨了一枪 李贤一点点头 那看来还真不是他 起码我能确定 这小子身上什么伤都没有 这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觉醒者 毕竟灵气还在不断地复苏 有人相计觉醒也很正常 说不定现在资质不够修行的人 在过段时间都能修行了也说不定 毕竟灵气浓郁程度才是决定能否修行的因素 李贤一重新拿起手边的初二数学看了起来 行了 确定跟他没关系就行 我还以为那小子藏着什么底牌呢 林婶笑吟吟地问道 那又真是他的底牌呢 你怎么办 李贤一老神在在地翻着初二数学 然后说 还能怎么办 谁还没点底牌了 不稀奇 我倒是有点好奇 这小子的底牌到底是什么 他可不像是那种什么事情 都摆到明面上的人 肯定还藏着不少事情呢 要是没有底牌 我反倒会失望一下 不知为何 林婶沉吟片刻 忽然冒出来一句 这两个孩子很好 确实很好 隔壁屋里的吕树和吕小鱼正小声嘀咕着 以后再有这样的行动 且不说这次时间仓促没有准备 这不能成为鲁莽的理由 以后首先要调查清楚巡逻的时间和实力 其次要确定入侵的路线和撤退的路线 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吕小鱼在旁边点着小脑袋 没什么补充的了 这次我们突破的路线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撤退的时候太匆忙了 那个时候 哪怕再等等 都该尽量避免去不熟悉的环境里 当时我们也没法确定 走廊里是不是有人巡逻 说得对 吕树把吕小鱼说的这点也写了下来 两个在战斗方面跟白纸没有多大差别的人 就这么凑到一起 像模像样的总结行动 看起来特别认真的样子 吕树忽然叹口气 还是力量太薄弱了呀 人家都有充分的准备 我们连情报都没有 要是你能多据点魂魄就好了 到时候搞一群麻雀去探查情况 别人防不胜防啊 而且就算损失了也没关系的 吕小鱼听到这话就不乐意了 谁说损失了也没关系 所以这就是你把我的猪玩下的理由 这时候 小胸许从窗户外面 探头探脑地偷谋回来了 说实话 要是没看见他 吕树差点都把他给忘记了 不知道怎么的 吕树的脑子里忽然像是亮起了一束光 小胸许 你给我过来 小胸许当时就僵在窗台上了 我又怎么了 吕树冲他招着手 没有要凶你的意思 你过来 我给你商量事情 小胸许将信将疑地过来 结果吕树翻手 将洗髓果实摊在手心里 小胸许当时眼睛就直了 那是来自本能中 对于净化的渴望 吕树观察了这么多天 洗髓果实这种东西 给不给其他人吃是一回事 迄今为止 他觉得可以找机会给别人吃的 只有隔壁的那位老爷子一个人而已 这还是想着要帮助对方 改善根基救命用的 不是性命关天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冒险拿出来的 而且这么久了 他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给 说实话 他不想当面拿出来的 因为没法解释来源 也许下一次进入一记是个机会 把锅甩给一记好了 就说从那里面得到的 而现在吕树觉得 他可以在小凶许身上做做尝试了 因为他刚才的某个想法 让他意识到 小凶许也许能派上大用场 小凶许看到洗髓果实之后 情不自禁地就想去拿来吃掉 结果吕树手腕一翻 洗髓果实又没有了 吕树问道 我问你 你是不是能和外面的老鼠交流 是不是能让他们听你的指挥 你给我说实话 不然没得吃 小凶许看了吕小鱼一眼 迟疑了一下 毕竟吕小鱼不让自己跟老鼠玩啊 然而最终还是顶不住洗髓果实的诱惑 他点了点头 郑明给我看看 然后小凶许着急忙慌地跑出去 还没两分钟就喊了四五个小弟进院子里来了 一个个排队站好整整齐齐的 吕树当时就没开眼笑了 你们互相之间能交流吗 小凶许点点头 吕树觉得 自己渴望的情报来源 怕是有着落了 第199集 吕树乐呵呵地朝小兄许问道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我要是想知道某些地方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 你还有他们能帮上忙吗 小凶许听了之后 手舞足蹈地比划了半天 又是翻白眼 又是指外面的 一大堆操作眼花缭乱 直接给吕树看懵了 吕树思考了半天 忽然蛋疼的 思想感情这么复杂吗 屋子里忽然安静了下来 小凶许见吕树没能明白自己的意思 果断又重新手舞足蹈地比划了一遍 可吕树还是很迷茫啊 完全不知道小凶许是几个意思 吕小鱼忽然出声 你是说他们太笨了 派不上大用场 小凶许点点头 吕树一脸震惊地看看小凶许 然后再看看吕小鱼 你不是认真的吗 这都能看明白 他忽然意识到 想要小凶许和他的老鼠小弟 成为自己的助理 那自己就要先解决两个事情 一方面 让老鼠们稍微聪明一点 另一方面 解决自己和小凶许的沟通障碍 只要这两个问题不解决 那自己就一天都别想获得 这个看似简单 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大用的地下情报网络 看着小凶许和他身后的老鼠 吕树觉得自己用情报网络这四个字 可能有点高估他们了 其实第一个难题 对于吕树来说 好像相对好解决一点 他直接将洗髓果实抛给小凶许 吃下去 让我看看有没有效果 小凶许接过洗髓果实之后 简直眼睛都快直了 眼前的这枚红色果实 仿佛就是他的净化阶梯一般 当对方出现在视野里时 他本能的就会产生无限的渴望 净化 这两个字本身 就是藏在所有物种基因里的最神圣本源 人类繁衍这么多年 动物繁衍这么多年 所有生物都在不断地适应这个世界 这个过程中 不管是高级动物人类 还是其他的 都净化了太多次 可惜这些净化 在灵气复苏时代来看 还是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小凶许一口吃下洗髓果实 吕树和吕小鱼 甚至看到小凶许身上的灰色毛发 竟然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脱落 而脱落之后的地方并不是凸了 而是迅速有纯白色的毛发替代生长 不仅仅是如此 吕树竟发现 小凶许的眼神中更加有神了 而他的身材骨骼竟也随之咔咔地响着 声音很轻微 却非常真实 吕小鱼看着新版的白色小胸许愣住了 哇 哇 好可爱 说完 就一把抓进手里 然后小胸许就发现 自己吃完果子之后 属身自由这种事情 还是可望不可及啊 他已经对人类世界有了了解 原来人类也不全是那么强 甚至大部分都还没有自己强 然而他还是有点想不通 既然人类普遍实力也就一般 吕树和吕小鱼兄妹俩 为啥这么强啊 此时等吕小鱼揉他一面 把他放地上之后 吕树竟然看到 小胸许前所未有的正经起来 对着自己拱了拱手 一只纯白色的小胸许 对着自己像模像样的拱手 宛如古代的一个小小书上 这种感觉 要多滑稽就又多滑稽 可吕树却能感觉到 这一拱手 其中代表着的意义 这是感谢的意思吗 吕树乐呵了 没想到小胸许还是个知人图报的松鼠呢 吕树笑呵呵地说 既然来了 我们就是拿你当家里的一份子来看待的 感谢的话不用多说 你也说不了话 此时吕树起身去厨房 拿起一个塑料桶 接了一桶的水 然后再次兑换出一个洗髓果实 放在桶里捣碎 将整个洗髓果实稀释开来 整个塑料桶里的水 都变成了淡淡的红色 他重新将水桶 提到小胸许面前 既然你嫌他们太笨 那就选你信任的给他们喝一点 不知道能不能开启他们的灵智 但我觉得值得一试 小胸许痛心疾首地看着水桶 手舞足倒了半天 吕树干脆越过他的复杂思想感情 看向吕小鱼 吕小鱼笑眯眯地说 他的意思是 怎么能这么浪费 为啥不给他吃 吕树转头 对小胸许笑道 放心还有呢 你放心给他们喝 不过我要强调一点 你要清楚自己对他们的掌控状况 不要闹出鼠灾来 要知道 开启灵智却无人管束的老鼠 还挺烦人的 小胸许拍拔胸脯 又是一顿手舞足倒 吕小鱼说 放心 以前管了几千号 开了灵智的松鼠呢 吕树听得一愣一愣的 吕小鱼 你这是解锁什么新的技能了吧 不过小胸许这么说 他确实放心了一点 这货以前 可是遗迹里的鼠带王啊 虽然是松鼠 而且动物这个群体中 弱肉强食法则 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一点 这些老鼠只是开启灵智而已 打是绝对打不过小胸许的 话说小胸许也没修行什么呢 就比别的松鼠要强许多 力量算是很大了 李树不太清楚 动物到底是如何进化 这事得问问老爷子去 眼瞅着小胸许扛着水桶出门去了 其实李树更担心的是 这货自己就把一桶稀释过的洗嘴果实给喝了 结果小胸许并没有这么干 而是拿一个小饮料瓶盖 一瓶盖一瓶盖地摇起来 分给他带来的小老鼠 而这些小老鼠喝下去之后的反应 与小胸许不同 竟是在脑袋顶上长出一缕纯黑色的毛发 仅仅只限于头顶 并没有遍布全身 而对方的眼神则在喝下去之后 立马变得灵活起来了 这个剂量在李树看来 一桶恐怕够一百多只老鼠喝的吧 眼瞅着马上要有一百多只老鼠开了灵制 李树只能希望小胸许能把他们给管理好 别出什么乱子 至于情报什么的 只能慢慢来 毕竟还有自己与小胸许之间沟通障碍的存在 也不能总靠吕小鱼翻译 而且他也不知道吕小鱼翻译的准确度有多少 如何建立自己和小胸许之间准确的沟通桥梁呢 吕树琢磨了半天 最终只想出了一个办法 当他重新看向院子里的小胸许时 不知道为什么 小胸许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百集 吕树在思考如何跟小胸许沟通的时候 先是考虑了有没有可能建立心灵沟通什么的 话说人家电影电视剧什么的不就是这么演的吗 然而现实情况是 吕树并没有掌握这种功法 甚至不清楚地球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功法 所以他只能从更加现实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吕树首先想到的是首语 吕树小胸许不会说话 所以吕树下意识地就想到了首语这种东西 可是吕树在想到这个方法的时候 就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小胸许的手指 松鼠确实跟人类一样有五根手指 可是其中一根特别小 藏在所有指头后面 这特么还咋比首语啊 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 吕树也不会首语啊 那么就只能教他看书十字了 吕树没那个功夫 吕小鱼也没那个功夫 俩人都要上学 这平时谁能有那么大把的时间 教一个松鼠十字呢 李老爷子虽然时间多 可吕树觉得自己要是把小胸许托付给老爷子 自己应该会被飞剑什么的追着劈吧 吕树想了想带着吕小鱼出去了 等他俩回来的时候 手里多了一个书籍模样的东西 吕树招呼道 小胸许来来来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小胸许本能的就不想过去好吗 然而想到洗髓果实 想到吕树的实力 忍痛屈服 然后凑到吕树旁边 只见吕树打开这个书籍模样的东西 里面竟是藏着一个屏幕 而且还亮了起来 这是我花了八百多块钱买的 你要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 毕竟有些山区儿童想学习都没机会呢 你看我给你演示一遍 这玩意儿叫做看书识字 它会念词念句子 下面有对照的文字 你要每天认四十个字 这四十个字你要在本子上各写十遍 我每天放学回来检查 吕树说完 就递给小熊许一根铅笔头 塞在他的小爪子里 小熊许一脸懵逼呀 自己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 来自小熊许的负面情绪值 加一加一 吕树好奇了 要说小熊许吃完洗髓果实之后 灵智应该是进一步开放了 结果这负面情绪值 咋还是加一加一呢 所以说这是物种不同的缘故吗 还是说没有到某个瓶颈 当对方彻底开启灵智 才能给自己提供更多的负面情绪值吗 他也不太清楚 只能以后慢慢来看了 吕树倒是有心 想给小熊许多吃点洗髓果实 看看对方吃到多少是个上限 但吕树还是有点担心 事情会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摸着石头过河 就要循序渐进一点呀 小熊许看着手里的铅笔头 本子 看书十字工具 就有点欲哭无泪 这就是开启灵智的代价嘛 他把灵智合上行不行啊 你就当他是一只普通的松鼠好不好 然而他很清楚 这件事情 似乎已经没有了商量的余地 这时候 吕树还在语重心长地教导着 读书是一种思考与认知 它并不能为你带来直接的财富提升 却能有助于你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 我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 实则是知识改变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 对每一件事的态度 看我的嘴型 不学习 没前途 来自小熊许的负面情绪值 加一 加一 小熊许抱着一堆东西 我沙发角落里自怨自艺去了 求你别说了 信你了还不行 他手里握着铅笔头 眼瞅着屏幕里的复杂汉字时 顿时感觉自己脑子眼儿都是疼的 吕小鱼小声对吕树嘀咕道 哎 靠谱吗 吕树乐呵呵的 不试试咋知道呢 说不定 以后还能让小熊许培养老鼠军团看书识字呢 到时候 情报网络岂不是更加优秀和有效 想起来就美滋滋啊 不过吕树并没有想过 要把这件事情一蹴而就 只能一步一步地来 先把小熊许交出来再说 经过这次替换试管失败的教训 他似乎更加沉稳了一些 吕树忽然发现 小熊许在学习识字的过程里 给自己提供负面情绪值就一直没停过 这要是每天学习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自己估计每天能有两千多的负面情绪值固定收入啊 他觉得自己这简直就是一键双雕的主意 完美 搞定这件事情之后 吕树便专心修行与压制云气去了 云气的波动每小时都要来一次 随着云气的增长 未来汽海的控制也将越发地艰难 吕树仍旧每天定量两颗汽海果实地吃着 吃一颗太少 吃两颗则刚刚好 他也担心自己一次性吃得太多 会导致云气失控 每天两颗吃下去之后 那段时间里云气翻涌也是最激烈的 两颗他还能控制 吃得多了 他感觉自己会忍不住 直接开了汽海雪山 他也想过要不要攒上几百颗一起吃 然而吕树担心自己直接撑死 这玩意儿可不是游戏里的经验单啊 吃多少都没事 自己两颗两颗的吃 尚且还需小心谨慎 一次性吃多了 怕是会出问题的 把吕小鱼的猪玩炸了那是小事 把自己玩炸了可就是大事了 事实上 吕树已经很清楚 压制一次汽海并不难 难的是时时刻刻都要小心警惕 吕树是个做事就要做好的人 所以李贤一告诉他 开汽海雪山之前要积云成雨 积雨成河 积河成海 于是吕树理所当然地认为 李贤一这一脉达到这种程度才算是合格 他哪想到李贤一是在吹牛逼啊 话说要是让吕树知道李贤一这一脉 已经祖祖辈辈互坑了几十代了 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结果现在就是 第二天凌晨三点 吕树再去李贤一院子里 一边控制汽海 一边吃力练剑的时候 老爷子都不吭声了 眼瞅着吕树的云气规模 马上要超过自己 他总不能现在承认 自己这段时间都是吹牛逼的吧 拉不下那个脸啊 而且祖上有人证明过 汽海是真的能成江河大海的 起码这一点保证 吕树继续扛下去 不会有生命危险 既然没有生命危险 那就继续扛着呗